主料,迪金面粉115克,淡奶油130克,红薯150克,黄油40克,牛奶40克,主料,全蛋液40克,蛋黄一个,细砂糖40克,万月梅干15克,草莓糖浆水,椰蓉,玉米淀粉15克,苹果半个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 100克低筋面粉加入黄油,将黄油捏碎,和面粉混合成颗粒状,加入了20克细砂糖,加入全蛋液,捏成面团,包上保鲜膜,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左右,红薯加入适量水,放入微波炉到火8分钟左右,制熟,万月梅干切碎带有,红薯沥去水分,或沙,在奶油里加入牛奶,20克细砂糖,煮它, 开后盖小火,加入15克低筋面粉和玉米淀粉,混合均匀后关火,加入蛋黄,充分混合均匀,加入蔓越梅干,混合均匀,将派皮材料取出,改成薄片,装入柳寸派盘,去掉因缘多余材料,用叉子均匀插上口,装入馅料,将剩下的派皮材料,用模具做成形状,装饰周围, 用苹果做成玫瑰苹果卷放在中间,烤箱预热,上火200度,下火220度,放入中层烤15分钟,15分钟后将派盘一至中下层,上火180度,下火220度,再烤15分钟即可,烤的过程中,要给苹果卷刷几次草莓糖浆水,出炉了,撒上椰蓉,特别好吃的红薯派做好了,烹饭技巧, 一,草莓糖浆水,是用草莓糖浆和凉白菜,以一一二的比例调成的,没有草莓糖浆可以用蜂蜜水带气, 二,苹果卷要保持湿润,多刷几次糖浆水,以免烤糊了,三,烤的时间和温度,要根据自己烤箱的特性来调节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